您和第三季天赐的声音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们第三季的天赐的声音呢 是由我和我另外三位好朋友 胡彦斌 周深 还有张绍涵 担任音乐合伙 不得不说歌手周深这发展势头太猛了 就这一个多月来说 周深刚刚在TMEA年度盛典 获得了最佳内地男歌手的殊荣 然后又在腾讯音乐双榜 游泥榜与浪潮榜年度盘点中成为最大赢家 紧接着又在各大春晚大战中连登六台春晚 再到近日 据胡海权透露 周深确定加盟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三 成为常驻导师 不知不觉 仿佛让人有了一种这样的印象 没有周深的音乐榜 不叫音乐榜 没有周深的晚会 不叫做晚会 没有周深的音乐节目 不叫做音乐节目 就在今晚 让我们紧紧上涌 新年都藏 这两三年以来 周深的确是一年一个巨大的台阶 几乎是以一记绝尘的势头 成为了90后一代歌手的引领者 周深已经拥有了国内影视OST的绝对霸主的地位 就2021年一年来说 他在浪潮榜年度十大OST榜单中 占据了八首 可见在OST演唱数量和质量上一记绝成 地位无人撼动 可以预见的是 这种垄断局面将持续存在 并且语发明显 别小看OST市场 在灯下的歌坛 OST是极少数有机会可以唱歌 让大家听到的途径之一 周深在这一年来演唱的歌曲 在人气和专业上 获得综合肯定的作品最多 虽然这些作品 基本都不是来自于他的创作 但是以前的周深是渴望作品的垂青 而现在的周深却是创作者最希望合作的歌手 因为通过他的嗓音 能诠释出作品最佳的生命力 除了颇受影视方和创作者的青睐 周深更是各大音乐节目和晚会争抢的对象 就好比春节的这几天 周深相继登上了 湖南卫视小年夜春晚 央视网络春晚 文联百花银春晚会 江苏春晚 东方春晚 浙江春晚 和网络视听年度盛典红毯 共七档春晚舞台 我们知道去年的周深上了央视春晚 搭档女歌手家张艺 演唱了灯火里的中国 而今年周深虽然没有上央视春晚 却比去年更忙了 七个舞台转轴转也是没谁了 为什么周深能如此的受欢迎呢 首先肯定是唱歌唱得好 毕竟作为歌手 业务能力是立身之本 唱功好嗓音有特色 让人听来有如天籁 这是大家喜欢周深的根本原因 歌唱实力的突出 让周深在如今去流量化的演艺圈 显得格外的珍贵 上哪个晚会都不会有人质疑 为什么请他之类的 反而成为了这一代年轻歌手的实力代表 其次周深可能个性讨喜 所以更受举办方的欢迎 周深是一个跟谁都不摆架子 没有偶像包袱的人 也不是恶恐 就是跟谁都聊得来的一个小机灵鬼 这对任何工作人员来说都毫无压力 跟任何艺人合作都相当的愉快 这肯定也是大家都爱请他的原因之一了 即将开播的《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常驻导师中除了之前的胡海拳 胡彦斌 张绍涵 将新加入周深为常驻导师之一 取代上一季的陶级张信哲 这对于周深来说又是一次实力和咖位上的认证 当然这里说的导师实际上在节目中不叫做导师 而是音乐合伙人 毕竟他们不教导学员 但是他们坐在大椅子上 是可以对登台表演的嘉宾进行点评的 还有全选择其中更心仪的对象进行合作 并淘汰不想合作的一位 所以论在这个节目中的地位 常驻音乐合伙人是拥有导师一样的权威的 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坐上去的 比如这个位置上曾经坐过一个叫孟美琪的歌手 刚坐上去的时候好像没什么 但当自身实力口碑与这个位置并不匹配的时候 终究会埋下祸根 最后孟美琪不就因为周传雄上台的那一期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吗 孟美琪被粉饰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点评了周传雄什么的 也不是因为翘了二郎腿 主要还是因为他才不配位得不配位 但那样的案例只是流量时代的产物 现在的节目组肯定不会再这么干了 此次周深坐在这个位置上 虽说他的资历相对来说算是一位后辈 但有好的实力与口碑打底 他显然就不太可能出现像孟美琪一样的翻车事件了 反而极大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令人称赞的经典场面 相信很多的飞行合伙人都会冲着他去 周深的歌唱事业又迎来了开年大吉的一年 看来2022年他将继续保持这种高歌猛进的势头 谁说不会创作的歌手就没有未来呢 谁说不走偶像路线的歌手就没有资源呢 周深的崛起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典范 希望他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生活总对应着光亮 生活过后拥抱更多希望